2011年3月17号 一名女子神情恍惚地来到徐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跟民警说 自己杀了人 她当即被控制 当询问尸体现在何处时 她的供述惊呆了民警 看本期《危情史》 报案的女人叫郑雪 江苏徐州人 1998年底 2011年3月17日 22岁的郑雪认识了来自安徽宿州比自己大三岁的长丰 两人很快恋爱并开始同居 2000年7月 郑雪生下女儿取名小丽 女儿出生后 她们的生活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局面 2006年8月 两人所在的小公司不景气 长丰下岗了 生活变得入不敷出 长丰借钱到安徽淮北接手一家茶社 不久 郑雪带着小丽到淮北投靠长丰 因为经营不佳 茶社没几个月就濒临倒闭 急着翻盘的长丰 又代理了一个品牌的人生制品 直销业务 哪知同样打不开销路 经济状况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欠下一大笔债 长丰消沉对郑雪漠不关心 对女儿也疏远了许多 2007年4月的一天 长丰神神秘秘地把郑雪叫到电脑旁 指着一个交友网站 对郑雪说 可以通过交友骗男人的钱 郑雪不同意 两人大吵一架 一天早上 郑雪买菜回家时 路过纺织路小学 听到几个家长在聊天 我家小孩之前班分得不好 我花好大力气 才给他换到快班 对呀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最后这句话 像重锤一样敲打着郑雪的心 眼看小丽就要倒入读小学的年纪 而外地户籍的他们 如果不能拿到一笔可观的择校费 就无法让小丽就读好学校学习 一想到这里 郑雪就白找挠心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小丽正在客厅里玩 而长风还在卧室里睡觉 郑雪待坐了半天 最后她艰难地决定 就依长风的主意骗这一次 长风在交友网上 选中了一个名叫张卓的26岁小伙子 根据网站提供的联系方式 郑雪和张卓取得了联系 并见了面 为了不留后患 郑雪告诉张卓自己叫郑欢 很快 张卓就对郑雪产生了好感 三天两头约郑雪吃饭 逛街 看电影 两人频繁出双入队 这样持续了一个月 再一次约会时 郑雪按照长风事先安排好的说法 对张卓说 如果要继续下去 至少得先确定她的身体 没问题才行 张卓在郑雪劝说下 答应去做健康体检 第二天 郑雪带张卓来到淮北市第四人民医院 而长风早就安排郑雪的弟弟郑雄等候在了那里 郑雪告诉张卓说 提前为她预约了专属VIP检查套餐 郑雄是VIP服务引导员 张卓相信了 放心地做了一整套健康体检 最后 原本只要300多人的体检费用 郑雄告诉张卓花了7800元 张卓虽然有点不高兴 但碍于郑雪在场 还是把7800元钱交给了郑雄 郑雄傍晚把钱全部给了长风 长风一边点钱 一边夸郑雪能干 你看这来钱多快 抵得上我们两个月的工资 过了几天 长风发现张卓还在主动联系郑雪 就对郑雪说 要再敲他一笔 郑雪不忍心 长风说 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遇上这么个冤大头 不多仔一点 下次就不见得能遇上这么傻的小子了 见郑雪还在犹豫 长风又补充道 你小小历九月就要入学了 实验小学要交三万块的赞助费 我们现在可拿不出 不想点办法怎么行 想到小历 郑雪的心理防线顿时垮了 长风趁热打铁说 你告诉张卓准备跟他结婚 让他一起出钱买房子 就说首付六万 让他出三万 他那么喜欢你 肯定不会拒绝 郑雪点了点头 过了一个多星期 郑雪按照长风娇的说法 联系了张卓 张卓果然阴影说 让郑雪物色房子 他去筹钱 六月中旬 长风在淮北市人民检察院 宿舍区租下了一套房子 随后 郑雪告诉张卓 房子已经物色好了 让张卓带着钱来看房 2007年6月22号下午 郑雪带着张卓来到哪个宿舍 长风假冒房东介绍房子 张卓很满意 当场就在长风 你好的购房合同上签字 并把三万块定金交给了长风 长风收了钱说 要请郑雪和张卓吃晚饭 张卓欣然应允 席间 长风一直劝张卓喝酒 吃完饭 长风又提议去KTV唱歌 到了包间里 长风点了一扎啤酒 再次和张卓平平举杯 晚上九点多 张卓已经歪倒在沙发上 说不出话来 长风悄悄告诉郑雪 我在啤酒里下了安眠药 郑雪一听紧张起来问 你准备干什么 长风阴沉着脸说 他醒来以后发现自己被骗 如果去告发 我们就完了 郑雪看着呼呼大睡的张卓 心乱如麻 在短短一个多月相处的时间里 他觉得张卓实在是个本分老实的人 有些不忍在伤害他 但是已至此 他变得不知所措 二人搀扶着张卓回到了检察院宿舍 将张卓放在卧室床上 长风从客厅工具箱中 拿出一把铁锤 郑雪一把抱住长风 哭着说 你可不要做伤天害里的事情啊 长风甩开他的胳膊 质问道 你是不是对他有感情了 郑雪拼命摇着头说 我是怕出事 把这个家毁了 二人正说着话 张卓醒了 大声叫郑雪的名字 郑雪怕小丽听见 只好赶紧进屋 张卓迎上前来 想抱郑雪 这时候长风从客厅冲进来 二话不说 举起铁锤 对准张卓的后脑 连砸了树下 张卓瘫软在地 郑雪吓呆了 长风喘着粗气 招呼郑雪一起 把昏迷不醒的张卓 拖到卫生间 郑雪颤抖着擦干净房间里的血迹 推开小丽的房门 发现小丽抱着玩具狗 早已睡着了 看着熟睡的女儿 郑雪眼泪大磕地滴落下来 郑雪和长风一夜无眠 担心张卓醒来 还记得他们怎么办 结果第二天清早 二人来到卫生间 却发现张卓早已断气了 郑雪陷入极度恐慌 长风安慰他说 没关系 张卓是外地人 我们只要把尸体处理好 警察查不到我们身上 经过权衡 长风认为 首先应当把尸体 从第一现场转移走 于是他去超市买了 织带锁的白雪牌冰柜 将张卓的尸体装进去 租了一辆面包车 准备当天夜里 将冰柜从淮北运到徐州 为了不让小丽发现异常 郑雪强颜欢笑 对小丽谎称 爸爸妈妈要去外地打工 小丽听说要坐火车去外地 高兴地回她房间 收拾衣服去了 郑雪慌慌张张地收拾好行李 就抱着小丽跟着长风上了车 到徐州后 长风在嘉惠院租了个带车库的房子 将冰柜上了 锁放在车库里 从此 这个车库就成了郑雪的心病 每天担心事情败露 长风安慰她说 不会有事的 可郑雪还是放心不下 其实 张卓失踪后 她的家人向安徽警方报警 但他们知道的郑欢是各假名字 而且一直找不到人 所以张卓被列为失踪人员 尸体掩埋容易 被发现分尸抛尸的风险太大 商量来商量去 觉得藏在冰柜里是最稳妥的办法 2007年9月 郑雪用骗来的3万元 给小丽在徐州一所一流小学办了入学手续 看着女儿穿着新衣服 背着新书包兴高采烈地上学去 一直被内疚和恐慌折磨的郑雪 终于有了一丝安慰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想 纵是我罪孽深重 只要能给小丽好的学习条件和成长环境 其他的就让我来扛吧 毕竟是杀了无辜的人 郑雪的内心无法安宁 有天早上 她给女儿穿衣服的时候 竟把扭扣扣错了 小丽一看 着急地说 妈妈 你把我的扣子都扣错了 你发烧了吗 说着 就用小手去摸郑雪的额头 郑雪回过神 赶紧重新将女儿的衣服整理好 抱抱女儿说 妈妈没事 说完就送小丽上学去了 女儿的懂事和体贴 让郑雪的内心更加煎熬 妈妈在女儿心中应该是最值得相信的人 而自己却不是 巨大的压力 让郑雪脾气变得暴躁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 就和长风吵架 然后失控地大哭 长风也经常戒酒交愁 两人争吵越来越频繁 2009年 长风告诉郑雪 说自己在长沙找到一个待遇很不错的工作 可能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 临走前 长风叮嘱郑雪一定守好冰柜 等时机合适了 她回来处理 长风去了长沙 郑雪因为不想让女儿转学 也不想再去碰冰柜 她留在了徐州 长风用甜言蜜语让郑雪相信 她会回来处理冰柜里的尸体 可就是迟迟不行动 郑雪每天早晚接送小丽上下学 白天操持家务 三天两头要去车库 查看冰柜是否保存完好 尤其是夏天 她基本每天去一趟 一直小心翼翼的她 没想到还是引起了女儿的注意 有一天小丽问郑雪妈妈 你走到那个地方去干嘛呀 郑雪眼神躲闪地说 没有啊 就是随意散步而已 女儿又说 可我发现你每天都到那个车库里 然后就回来了 郑雪突然生气了 对她吼道 一个小孩天天问这问难的干什么呀 小丽委屈地进了自己的房间 冷静下来之后 郑雪觉得自己就像个疯子 但她也不知道怎么跟女儿解释 2010年初 房东找到郑雪说要收回车库 郑雪急忙告诉长丰 长丰赶回来找搬家公司 把冰柜从车库搬到郑雪 和女儿租住的房间中的一间 然后推说工作太忙 返回了长沙 那个房间原本是小丽在用 现在冰柜没处放 只好搬进小房间 郑雪把小丽的日常用品 都搬到自己房里 对女儿说 小丽 以后你就跟妈妈住同一间 开不开心啊 小丽怯怯地说 妈妈 可是为什么要把冰柜 放在我房间里呢 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 郑雪最害怕的 就是女儿问这个问题 她撒谎说是年货 然后赶紧锁死了小房间的门 自此 郑雪感觉到女儿慢慢变了 小丽以前是个 活泼开朗的小姑娘 遇见什么事 都会迫不及待地跟郑雪说 可自从他们杀人后 小丽越来越孤僻 郑雪也有意压制自己 但总会克制不住地 冲女儿发脾气 2010年8月 正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 小区突然停电一整天 郑雪晚上偷偷查看 发现冰柜里的冰霜 已经开始融化 地下渗出一滩黑色的血水 郑雪又急又怕 赶忙用脱布把血水拖干净 又在冰柜四周垫上一层报纸 没想到 一连过去了三天 宫殿还是没有恢复正常 尸体腐烂的意味 蔓延到了整个房间 熏得郑雪几乎想呕吐 但又不敢开窗 小丽躲在房间里做暑假作业 抿着嘴巴 皱着眉头 郑雪很怕小丽问 可小丽没有 她已经很久没有主动开口 和郑雪说话了 晚上房东来收房租 郑雪不敢让她进门 急忙在门口付了钱 房东闻到了意味 问怎么回事 郑雪谎称是冰箱里的菜馊了 回头发现 小丽正站在客厅里看着自己 显然是目睹了自己撒谎的过程 因为家里根本没有冰箱 郑雪又气又炯 想说点什么糖色过去 但小丽转身就跑进房间里关上门 郑雪躲到小区地下停车场大哭了一场 她实难承受内心的歉疚和惶恐 随着小丽逐渐长大 郑雪害怕终有一天 女儿会发现冰箱里的秘密 发现她的妈妈竟然是个杀人犯和大骗子 到时候女儿肯定会恨死她 一想到这里 郑雪的心痛得难以呼吸 再想到冤死的张卓 她时常会从噩梦中惊醒 甚至出现了幻觉 2011年寒假前 郑雪到小丽的学校参加家长会 会后班主任告诉郑雪 小丽成绩下滑很厉害 原来是班级前十名的她 这次期末竟考了最后几名 而且考试前还和同桌打了一架 郑雪本就焦躁 回家就开始教训小丽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 为什么和同学打打架 小丽倔强地站在那里 任凭郑雪怎么质问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郑雪瞪着小丽 小丽也会瞪过来 眼神里充满了冷漠和怨恨 郑雪惊觉眼前的女儿竟变得如此陌生 满腹的失望和气氛化作万分委屈 郑雪痛哭失声 向小丽哭诉 妈妈为了让你有好的成长环境 我容易吗 你为什么就不好好学习呢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小丽也哭了 抽气着 你都不爱我了 也不管我 郑雪抱着女儿说 妈妈怎么会不爱你 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呀 可你总是冲我发火 动不动就骂我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郑雪心痛不已 紧紧抱住女儿说对不起 都是妈妈的错 妈妈再也不吵你发火了 母女两人哭成一团 郑雪终于醒悟 小丽变成这样 责任完全在于自己和长风 郑雪一夜无眠 她想打电话给长风 但之前长风的一再推托让她挥了心 想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 郑雪决定了要诚实面对过去 承受应当承受的罪责 将来才能踏踏实实地面对女儿 2011年3月17日 郑雪向徐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警方很快在长沙将长风抓获 经审理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长风 郑雪二人犯 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 判处长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郑雪有期徒刑16年 2013年6月14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4年 最高人民法院 依法核准对长风的死刑判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准对长风的死刑判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准对长风的死刑判决